很多街坊,就像我現在這樣 記住在這裏吃 因為我今天想要吃多少食材 所以我要一碗小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就是這些平平無奇 老實說,家裡能否做到 絕對能否做到 哪個家裡沒有牛奶 哪個家裡沒有雞蛋 各位觀眾,大家早上好 現在是早上8時4時 因為廣州近期疫情比較反覆 所以亦有許多區禁止了堂食 當然,亦包括月秀區 非常幸運地,在老城區有兩個區 還可以堂食 一個就是荔灣 當然,荔灣包括荒村 還有一個就是天河 鑑於天河,我經常都不會去 所以接下來這幾集影片 我都主要集中在荔灣區 又或者可以堂食的地方去拍攝 這個時候我又未吃早餐 我當然要去吃早餐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第一瓶 第一瓶有甚麼好東西吃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不過非常不幸地 第一瓶其實是屬於月秀區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去吃東西 這個地方 餐廳內座位比較少 或者這麼說 我每次去這個地方吃東西 都不會坐餐廳裏面 現在我先過去看看 它會不會開門 因為這樣就是禁止堂食 但是你是可以外賣的 我們過去看看有沒有開門 或者沒有開門的 接下來的部分 我會回去西華路那邊 西華路是非常幸運地 有一半是屬於月秀區 有一半是屬於黎灣區 我知道那裏是有很多東西吃的 買東西吃吧 我見到又開門了 就是這個第一瓶合興小食 吃奶粉的 我願意稱之為全廣州 其中兩間比較好吃 不是最好吃的奶粉檔 趁著今天我過來這裡試試買東西吃 我自己來 不用給阿姨 我先坐在門口吃 謝謝 謝謝 我終於買到一碗奶粉了 它現在貴了很多 我可以跟大家說 不過即使貴了很多 也就是6元雞那麼大 我老婆說過 她說以前吃過1元雞 太驚人了 我們不要說了 我大概應該是 女兒出生之前 那幾年經常在這裡吃 當時我記得好像買過2元 實際是多少錢我真的不太記得 總之便宜 而且夠划算 而且夠好吃 因為它裏面有豬油渣 這是第一個 第二,有人情味 因為人情味如何呢 就像我現在站在這裡吃 我們在有線電視西華路維護站這裡吃 它還要寫明禁止營業店吃奶粉 我們是嚴重迷反別人的規矩 先不要說現在因為疫情防控 不能進去堂食 其實在這裡吃合影奶粉 是坐在馬路邊吃才會過癮 但是好吃又歸好吃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奶粉是熱的 通常我不敢大熱天使來 這幾天是涼爽一點 那就一於過來試試吧 先說一下它好 第一,它有什麼好呢 它有這些鹹粒 真是夠厲害 有辣 有蘿蔔滋 這是第一個 如果你說不喜歡蘿蔔粒 我想這盒已經失色了一大半了 第二,它裏面是有這種 我不知道是否 是會有一些很大粒很大粒的豬油渣 那粒不是很大粒很大粒 很過癮 再來 通常有幾種食法 第一種就像我現在這樣拌勻 我更喜歡這種食法 第二種就像剛才這樣 先把鹹粒放在面上 撥開它一邊 撥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撥開它一邊 我剛才吃到一粒豬油渣 這粒還未算炸得脆 炸得脆的好過 雖然嚴格來說 這裏不算西華路 但也算西華路美食雙圈之一 我認為來西華路 這裏是必來的 如果你來西華路吃東西 不來第一張吃奶粉 即是沒有來過 不過當然 如果你大月天時 都可以想一想 但是如果天涼 這個就正 它裏面還會有一些 蔥 小蔥 又會有一些冬菇 這些鹹菜肯定少不了 這些鹹菜肯定少不了 這些 是吧 它很食材 在甚麼地方呢 第一,配料夠多 五花八門 甚麼都有 它也不會切得很大 不像冬菇 當然 但是 你一跟進去的時候 因為它切得夠小 你每樣配都吃得到 而且我們省城的奶粉 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 好像一條蟲 裡面的湯底 是糊的 它就不同 東莞人的奶粉 又或者越西那邊的奶粉 它們的湯底 據我所知 是清一點的 我們這裏 是稠的 就像這種狀態 越稠越好吃 西華路 真是美食多 這裏只不過是開頭 我們可以一路走到 靠近康王路的位置 它的豬油渣 我剛才又吃到一粒 是小粒的 其實大小 我覺得都無所謂 最重要是夠脆 它的豬油渣 是很脆很脆的 即是如果你沒有了豬油渣 這碗奶粉又失色一半 這碗奶粉整體上來說 就是靠上邊的鹹粒和豬油渣 作為一個靈魂人物 當然,奶粉都不少得 一定是要這種烏烏的狀態 不像桂蘭米粉 如果桂蘭米粉 就沒辦法這樣 它裏面好像沒有燒鵝皮 這點不太肯定 有吃過的觀眾告訴我 我知道很多本地觀眾 都經常在這裏吃 嗯 嗯 爪鹽我今天比較貪心 加了鹹粒 加了鹹粒 很多街坊 就像我現在這樣 就記住在這裏吃 是這樣的 因為我今天打算 要吃多少東西 所以我要一碗小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 很好的選擇 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是自己帶一個豆 環保 第二 你叫一份大份 它是會出一個四方形 可以放入微波爐的膠碟給你的 好了,我們又吃飽飽了 大家看上去覺得怎樣 我當然是很滿足 接下來我們進入西華路 在我正前方 光復北路 剛才我亦都說過 西華路這裏 有一半是給糖吃 有一半是不給糖吃的 比較奇怪 因為它剛剛是位於粒壽區和荔灣區的交界 應該是近康王爐那邊 屬於荔灣區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或是珍珍那邊 去到再說 我們只吃了一碗奶粉 肯定不夠飽了 現在我就想去喝牛奶 話說這樣 第一瓶奶粉我吃過很多次 一如以往的好吃 但是這個英記牛奶 我一次都沒有過 甚至乎有一段時間 聽都沒有聽過 真是慚愧 鎮著今天 我們就過去試試 大概過了金花街市場的位置 就會到 我差點忘記說 今集影片 除了拍攝我飲食 我還會幫觀眾 找他曾經住過的地方 我喝牛奶再說 他們九點鐘開門 現在是八點十個字 這裏 我猜的 應該屬於荔灣區吧 是可以進去的 再走一走 至於對面 我看到什麼珊瑚美食 全部都是有開門的 過馬路 幾乎可以肯定 我們進入了荔灣區那一刹的西華路 應該是那邊才近越秀區 很難名的 那裏近禮灣路 不要理他了 不要緊的 我們最重要 有好東西吃 有好東西喝 既然如果櫻姐 裡面是有糖吃的 我們便會在裡面吃 看看坐下慢慢試 過癮很多 前面進去就是 金花街市場 或者會叫西華路市場 什麼都可以 大家明白 今天有幾位觀眾 要求拍攝附近 其中包括裏面一個 我們現在先去喝奶 還有 對面 榮興餅屋的食物都不錯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 那些包太大了 你吃了之後 其實就什麼都不用吃了 所以暫且不考慮 太大了 那麽快便來到 話說前面再走過去 就已經是 真真甜品的方向 這裏 康王路車來車往 應該是在這裏走下去 沒錯 我都見到 他們是九點鐘開門 現在還有一分鐘就開門 不過問題是 我不知道這裏 屬不屬於玉獸區 這裏我只能買了帶走 如果不是玉獸區 我當然是坐下慢慢走 糟糕 這裏寫著玉獸區環境監測站 這裏屬不屬於玉獸區 看看吧 不過設了很多椅子在門口坐著 對呀 這裏是玉獸區 唉呀 就是這樣 我們是一步之路 回來玉獸區 在行前少少都沒事 這裏不行 我看看價錢 又有眼花條年度餐牌時間 最貴 牛奶紅豆桃家湖 好啊 再來 16元 紅豆牛粗 魚牛粗 魚牛粗很適合 再來 紅豆薑壯奶 這些看上去都不錯 至於鮮奶冷的 10元支 鮮奶窩蛋 10元換來 這個不錯 說這麼快 我的食物就來了 首先 我省意放了一段時間 為甚麼呢 大家看看上面那層衣 可能我的攝影機拍得不太好 但確實是有一層衣 講明些甚麼呢 就是奶漂亮 再來 如果鏡頭拍不到也不要緊 就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 喝那些牛奶 阿媽煲那些 就是這樣 甚至乎 我會認為 漂亮的牛奶 一定要有這層衣 我買了這一碗 是叫做 鍋蛋鮮奶 10元雞 這麼大把 看看蛋是怎樣的 我還未刀開 蛋 暫時看上是全熟蛋 穩固一點 但其實如果有一款 我是喜歡半熟蛋 因為你一刀下去 那個蛋就在這裡 綻放 全熟蛋 應該是 沒錯 如果還有些胃口 應該是在旁邊的哥林都 買過三文治 或者叫做多士 很好吃 可惜我只是吃了奶粉 它有一點點點 這麼多甜味 以我這麼高深的飲食水平 我當然分不出是否是水牛奶 先試試這個蛋 嗯 不會有很腥的感覺 整碗奶都沒有 但正常的奶味當然有 不買的那種腥味 沒有是不正常的 再喝一口熱奶 嗯 正 不過這些也是 到熱天 千萬不要試的美食 其實說笑 他們是會有雪藏奶供應的 因為我自己的腸胃 真的 早上不能喝冬奶 喝了就搞不定 所以沒有叫到 但天時可以接受得到 西華路 街邊的食物特別多 今天我選這兩間 都是一些比較 傳統街坊的食物 來的 好老實說 西華路 自從出了名之後 明星大作之後 真的開了很多網紅店 我這個頻道是很有趣的 最初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一位同事 他不是廣州人 他問我們另外兩位同事 都是廣州人 他說廣州有什麼地方 比較地道的食物 我們兩個廣州人 都馬上說 當然是去西華路 這位不是廣州人的同事 就是去西華路 吃完一次之後 他說好一杯 為什麼呢 全部都是網紅店 我不是說網紅店 有好與有不好 有了他們之後 街旺很多 不過很明顯 這位同事 他不會選擇 要選擇是選擇什麼 不是網紅店 就是這些 網紅店有什麼好處呢 網紅店就是 你比較容易接受得到 你一看他的樣子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店 試錯成本 因為你作為一個遊客 你來到 可能你看見那間老店 伯伯在那裡吃的 吃完之後 你不知道有什麼味道 例如是奶粉 你一輩子都沒有吃過奶粉 你看見那一罐東西 嘩大哥 怎樣吃啊 假如你是一個遊客 但是如果是作為我們本地人 通常都是喜歡吃這些 就是這些平平無奇 老實說 你說家裡能不能做 絕對能不能做 哪個家裡沒有牛奶 哪個家裡沒有雞蛋 哪個家裡沒有雞蛋 沒有米也有可能 這兩樣東西 不難擁有到 只是因為這些小店 有它的魅力 我們才願意經常過來 因為它不像去到天河 又或者其他地方 這麼多遊客感覺 還好西華路 又有老城區的味道 又有遊客的感覺 好多了 蛋黃不會老 火候把揚得剛剛好 我偷影 你看這個大帽的歌記 剛才吃奶粉 已經看到它 它買了很多美食 是否應該跟著它去吃呢 不過我真的吃不到 好了 我們又吃飽飽了 剛才我只是說多了兩句 就被老闆娘捉住我 說了很久 很久 和很久 從天文說到地理 可惜 人家沒有同意 我免得錄影低 大概意思是 它們的牛奶 是為了保持品質 確實是賺少了很多錢 因為疫情的原因 是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 只要不封控的話 因為很多都是老街坊走過 會買一瓶 只要跟蹤我哥哥哥 當然不是跟蹤我 是開玩笑的 然後 如果賣不完 它是會做酸奶 又或者是在微信群上 找老街坊 說你來不來買 便宜些給你 再來 還有就是 真的始終都賣不去 就是送去老人院 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說明一件事就是 真材實料 不會擺過夜 看見那層奶衣 就知道 接著來 我們幫觀眾找屋 應該先完成 第一位觀眾的要求 這位觀眾要求去拍照新橋街 我大概記得位置 就在司馬坊的方向 就是前面那個芝麻湖 就在這裏過去 實在太搞笑了 剛剛又遇到一位觀眾的太太 就拍了我的照片 就是這樣 這個很明顯 不是我自己拍的 下次我要再穿漂亮些 他覺得這麼好 廢話小說 我們現在就去新橋街4號 就在前面那裏轉過去 很簡單 如果這條路一邊轉出去 是會返回到東風西路 變成人來人往 非常虛陷的西華路市場 這裏就是芝麻湖 但不知為何這裏又變回 做御壽區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這裏我們已經進入了芝麻街 看看 憑印象 接下來這裏 應該 左邊還是芝麻街 裏面有些地方 好像叫芝麻坊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 應該在左邊前一點走進去 就是這裏吧 我猜不是這裏 這是別人的家裏 可能會在前面 沒錯 就是在油谷旁邊這裏進去 觀眾要找的是4號 我們先進去 就是這個位置 原來在學校旁邊的 不是吧 這裏還寫著芝麻坊 下次不要懶惰 原來沒錯 在這裏繼續往前走 應該右轉吧 就會到的了 至於右手邊 就是八一希望學校 來看看這個 司馬坊的住宅樓 也是那種 每次我們上次去到 人民北路裏面那些感覺的 石米牆的 就不算太高 有一些還是這種 木窗 如果沿著校校圈 應該就會去到新橋街 不知道這裏有沒有路 可以轉得到過去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又要出外邊 是有的 叔叔抓住那兩輛車的東西 拉得動 就說明這裏有路 不然他不會這麼蠢 對嗎 至於一場之隔 就是家和園 一個在附近很老牌 很老牌的屋苑 我知道環境很好 而且匯豐也在這裏 有他們的寫字樓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 新橋街 看看會不會在前面 走過去找4號 好了 這裏路牌就找到了 我看不見有門牌 至於這裏屋苑 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嘗試一下 看看走過去對面 看一看 但這裏已經變回 司馬街了 沒辦法了 第一個找的地方 就出私不利 不是在那裏 我又找不到門牌 只能向另一個方向 走過去 看看能否找到 通常我個人 對於這些事情 是很迷信的 是以前的師傅教我 他說有時候去睡所 出門口 如果遇上第一盞 綠燈 那天很順 如果遇上第一盞 紅燈 那就糟了 要小心一點 不過我也是 如果第一個 找到的地方 就找到 我相信後面 大部分都會很順 至於第一間 已經搞成這樣 今天糟了 說著說著 柳暗花明 阿村終於找到路牌了 新橋街10號 這裏已經有 加增電梯的公示 這裏是有批示 不過老實說 這房子這麼舊 還加裝 好像 不可能老人家多 廢話笑說 我們找4號 如果這裏是10號 看看這裏 一直往前行 會不會 門牌 越來越細 沒錯 在我後面 這間已經是6號 我相信 這裏面前 有加裝電梯的 已經是4號 我說的是這個 不過 仍然是6號 4號 我猜會不會是隔離 就是這裏 這班居民在做甚麼 他們準備一些資料 玩加裝電梯 我偷聽到他們說 我們繼續找4號 在哪裏 我猜一下 會不會在這裏 因為這裏 有個小花魚下去 我覺得不會是 我看看這裏 找不找到門牌 他們這裏的門牌 都很奇怪 他不會放在很顯眼位置 或裝多快 有些會一裝裝多快 這裏就不是 旁邊還有一班老人家 在這裏剪頭髮 好了 完全正確 我剛才再重新檢查 有個很小很小 蚊子這麼大的門牌 這裏就是新橋街4號 亦都是之前去荔灣區 或者很多地方見過那種 一個門牌 就幾個地方上去 再來 在這個位置 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有加裝電梯的 而且好像裝得不錯 收得多近 但是有個壁定 就是在我後面 就是一個垃圾站 多多少少會有些影響 不大不小都會有 再換個角度 看看這些 洞樓 九層樓 高 很多都有防塑網 我看到有一個沒有 石米外牆 又有一些有馬賽克 應該是住滿人的 當然我不得而知 觀眾住在哪個位置 他只是叫我過來 看一看 有一樓住會 有很多一樓住會 要是為了私隱 又或者綠化各種原因 他們會種植物在這裏 好 第一位觀眾的要求 相信也滿足了 現在繞完一個圈 準備去西華路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在補興橋牌 進來 以前曾經有一個 電子煲仔飯 它用的煲 種植電子 很高科技那種 就是補興橋牌 雖然我並不喜歡這道菜 但我知道這間店 開了很多很多年 接下來了 這個環節當然是留在附近 我們會去金花園 和安街的方向 在這裏走過去 十分鐘之內便會到 在這裏走過去往南走 哇 連腹肌魚蛋粉都不能黃色 剛才我和賣牛奶的老闆娘 阿姨研究過 原來是中間這條路 將荔灣區和月秀區分開了 在鏡頭正前方這一邊 就應該屬於荔灣區 在對面就是屬於月秀區 因為對面 方記各種都有開著 還挺熱鬧的 不過不知為何 以前的荔灣區碎所 就在這裏 真是很奇怪 在我印象中 我經常會認為 因為前面繼續往前走 是小梅大街 那邊才屬於荔灣區 這邊是屬於月秀區 很明顯搞錯了 再來 這裏又當作 這裏都是不能堂捨 日品線 阿叔只能坐在街邊 這種是比的 剛才我又完成了一次核酸檢業 在未找屋之前 都頗方便 我們進來金花直街 我嘗試一下在這裏走過去 據說地圖軟件顯示 金花園和安街 就在這裏走過去了 沿著這裏一直直行 直行轉左 那是不是轉左呢 是的 那便去到和安街 其實在外邊 熄熄樣樣 已經是 薫黃路 再轉過去 便是小梅大街的方向 因為附近 又是在建地鐵 各種原因 路和以前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经过北远,我们又回到黄安街 没错,黄安街 很多时候,路,街,里,行都很容易搞乱 观众要找的叫金花园 我记得了,我的记录已经逐渐退 继续往前面,北远就到了 但我看到,现在最怕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部救护车 网上有人教,怎样准备封控 现在这样看的样子就不像 怎样叫封控,因为最怕封控 它会有很多大火车,困住水马 有很多撞汗,那些撞汗 有很多可能还会带防护器具 那种就属于是 它就不会先找车来探路 令到你避无可避 至于,镜头正前方这个位置 这个救护车的位置 应该就是金花园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观众应该没有说过它住哪个位置 救护车应该是调头的 不如我们进去里面看一看 不如 和老婆晚上的离来都多了 日光日白就真的不多 很少会走到过来这边的 这里就是 奴迪街154号 金花园 会不会不是这里的 转个园再说 会不会又在前面 往右转呢 完全正确 根据地道的显示 也不用根据地道的显示 就是正前方的显示 因为有三个很大的中文字 写着 金花园 我经常以为是后边的 原来就在这里 还蛮漂亮的 老实说 和西华道附近的住宅楼 比起身 是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你说和家和院 那些比起身 当然有点差 不过 如果你说和右边这些 这些已经比较新的屋比 还是挺新的 通常这些屋 管理又比较好 有些是会被人拿来做写字楼 而这边也是一个核酸检测检 在这里慢慢开麦 嚇到我不敢进来 这个屋里 我暂时看到有几个入口 ABCD座 123456座 那些原因 再来 还有这种 大家记不见到 镜头面前的一种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属于那种叫做 走开点才说 都是走开点才说 当你叫外卖 对 那有间小店 不是很大的 吃了些东西 吃了些东西也挺好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做 那它是怎样做的呢 它是不会租一个铺 它是不会租一个 有一个坐梯 它只是一个工作室 这样砌出来 如果说起什么 每次的 必须客 有些外卖点 那些外卖点 它是可以给你坐的 现在不多 但以前有很多 每次的那种 它是可以接单 它有合法的牌照 它有排污 各种都有 但没有位置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便宜 它租金便宜 然后就可以降低成本 不过 通常它们 那些都是会比较 半成品加工比较多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砌完 那种就能吃得了 差点忘记了 我帮观众说 它住过的地方 就是这里 这个角度看得清晰些 因为里面 绿化真的很多 你很难可以拍到一个 外卖的 看上去 它应该有两栋楼 很好的 很真正 几多层楼高 起码都30层 暂时看上去 在这里住又挺好的 附近有大市场 有老城区 唯一差一点 可能停车位少一点 其他都没什么坏 简单看过了 接下来就进入最后一个环子 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找不到的地方 叫做光复中路最风里 不过 问路就在口边 刚才我在做核酸的时候 我就问了叔叔和阿姨 死了 死了 再说回刚才的话题 刚才我就问了 做核酸的时候 问了街道的叔叔和阿姨 有一位女士 一位阿姨 她就答覆了我 她说是有这个地方的 当然是光复中路 具体位置 她有说过 但我不太记得 最重要是有这个地方 而且她说她的妹妹 就住在那里 她很清晰 可以答得到 我们现在就过去 找到最后一个地方 我们就回到光复中路了 刚才有个阿姨教过我大概在哪个位置 但很具体她没有说到 我就尝试一下来到这里 就在横街宅行里面那些 找一找 细心点找一找 应该就会找到 再不是 就问一下老街坊 刚才有两位老街坊教我 她说在工人文化工 她当时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猜是在这里 她说在这里附近 现在已经变成了 黎湾区总工会 至于是否真的 以前工人文化工 以我这样的年纪 我当然不知道 那就糟了 刚才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去问路 我问了一个很老的阿姨 拿着两袋子 慢慢走那种 我问她 在哪里 她说月异 她都想了很厉害 她说是否一条行 我已经知道 心感不妙了 多谢阿姨 送她去老人家 慢慢回家 然后我问了一个快递哥哥 快递哥哥又说 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我不太熟悉 那就糟了 可以基本上宣布 假设90机户都找不到 姑且肯走 有没有小巷转过去 我认为找了这么多屋 光伏中路 什么光伏什么路 那些屋 那些地方 最难找的 他们近几年 又在那里重新修整过 改造过 有旧屋 又有大型的批发中心 很多旧行 可能已经拆了 最终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如果我可以找到 一些厌核酸 它不是街道的工作人员 在那里守住的 那些呢 因为它是街道的 它应该就会比较熟的 那些可能是最后的希望 再来还有一些路牌 那张纸贴在附近 十分钟生活圈那些 如果那些都没有 那可能真的没有 很棒 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刚才我在后面的检测 就问了一个保安哥哥 他是什么保安哥哥呢 他是那种 街道请回来的巡邏 他不是警察 或者是巡警 他就说 在这里进来就到了 非常方便 前面我那些近视都看到了 就写着 罪峰里这三个字 真的正 路在口边 口在路边 怎么说呢 路在口边是没错的 这里已经是三号 五号 七号就是这里 真是没用了两分钟 看一间屋 以前观众说 他住在这里 都是一个门牌 一栋楼几个门牌 这里就是七号 看不到上面 里面有没有人住 应该是有的 换个角度是前一栋楼 一步之后走出去 就是光伏中路 很近的 然后右边 九号这间屋 看上去旧很多 左边这栋楼 应该是 可能十年八年翻新过 我看过风格 一栋楼 就几个门牌 一二三四 四层楼高 有加防盗网 各种排水渠 全部都改造过 一走出来 不愿就是对面 这个快捷酒店 快捷酒店 已经是光伏中路 刚才我问到 保安哥哥 就是这个位置 很nice 再换个角度 看看 在右手边 绿色的士遮住 这个位置 就是进去最风利 这个位置 刚好中间 就是这个一家一眼镜 这个进去 有做小铁杂的 早上开着 晚上就关回它 左边这边 光伏中路二八号三号 进去 还是一个小院子 上边 亦都是有一栋居民楼 附近很多都已经是临街商铺 很多都是那些眼镜 那些眼镜片 眼镜假的生意 好 今天总算圆满成功了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如果你们有想去的地方 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快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